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星期一直播主题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水会说话 你认为水会说话吗 所以有听过水是有带能量的 或者是你说水如果是纯洁的话 它是对我们有益的 如果水是污浊的话 它肯定对我们身体不好 对吗 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水其实是我们身体唯一 不是唯一 而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 除了我们平时要吸收六大营养素之外 水是唯一一种营养 是没有卡路里的 零卡路里 但是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水是溶解一切营养 把它带到我们的身体 每一个细胞去运用 如果一个人 他七天没有吃食物 断食 他可能不能够存活 可是如果一个人 他躺在医院 三天没有摄取任何一滴水的话 这个人也是会死掉 所以水是不是比你的食物更重要 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水到底如何说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交流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请在留言栏下面 打上一个一 然后介绍一下你 从哪一个地点来的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吗 好 那么 我常常听人问 水有能量吗 大家有听过什么叫能量水吗 其实水能量太高的话 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那水呢 它如果能量高 我们把它比喻成一种水 是被沸腾的水 就是说煮烧了的水 它就会变成水蒸气 这算能量高吗 就是它整栋的那一个频率 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就会提升为水蒸气 像是一种空气的种类 但是如果水是综合的 它的温度被降低的话 它就会变成冰 但是水是唯一一个 很独特的东西 在这么多的物质里面 当零下 摄氏零下一度以下 任何的东西 它都是继续的收收 但水它在摄氏零度以下 它是膨胀的 是不是觉得很新奇呢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到现在为止 科学家都没有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水在摄氏零度以下 它会膨胀 而且这个会使得很多的冬天 很多冰块 或者是一些石头 它在被冷却 摄氏零度以下之后 这些石头都会被撑破 所以水 它变冷的时候 它的能力是多强 它可以把一个石头撑破 水是有柔有缸的 你认为对吗 好 那这个就是探讨到 水如果它是以 热量来说 高跟低的转换 但它还是被称为水 因为我们读科学的话 我们知道水可以有 不同的形态来出现 那最常见的在地球里面呢 是处于液体的这个 这个形态 是中庸的 综合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呢 比如说太阳啊 月亮啊 或者是其他的行星啊 没有任何一个行星 或者是星星里面 有这么多的水分 地球是唯一一个行星 或者是一个星球 是存有70%以上的水分 我们人体也是一样 人体70%以上都是 由水来构造的 包括我们的血液 包括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肠胃 我们的胃酸 这些都是水 水造成 做成的 我们需要水去支配的 就好像海洋一样 海洋 也是大多 大部分都是水分 对不对 除了矿物质 还有其他的元素 都是水 所以水呢 它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 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的话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水 那今天我又摆了三杯水在这里 所以 我认为呢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样 东西 然后有人问我 水为什么会呈现六角星 什么是六角水 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六角水的 平时我们在 显微镜底下 所观看的水呢 如果真的是 比较 可以放大 这个度数的 水 它其实只含有 氢跟氧嘛 H2O 就是两个H 一个O 照流它是一个 什么说 有斜度 有角度的一个形状嘛 但是合起来的话 它可以变成一个六角星 你们有看过 圣诞树吗 或者是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 这些 你们讲的 snowflakes 这些 飘雪 这些雪片呢 都是六角星的 有六个角 OK 那么 我去查看了一下 在世界上很多天然的东西 都是以六角星 为 标准 比如说 蜜蜂的窝 那个蜜塘嘛 那个叫什么 蜜蜂窝 它也是六角星的 因为我们叫hexagon 然后 有些 地方如果有地震 地震了之后 它的那些裂缝 石头 凸上来的 它也是六角星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像 大道 highway 就是那些 砖块 去贴在大道上面的那些枪的 是不是六角星 为什么它们要使用六角星 而不是四角星 正方星 或者是三角星 为什么要用六角星 答案很简单 因为六角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 形状 不管你怎么压它 它都可以以最大的容量 而且最少的边 去定这个形状 所以水 它就选择了 在它最稳定的时候 它会呈现六角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 为什么看到一些雪花 它是六角星的 那你就会很幸运 如果你看到一个六角星的雪花 就是说你的心情是很好的 天气 环境也是非常优美的 才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雪花 不然的话 在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水是不能够呈现六角星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六角水 那么 刚才说了 水 能量方面 其实它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是在水 它本身的这个状态 而不是冰或者是空气 最平稳的是水液体的状态 第二呢 就是它呈现六角星的状态 好 那第三呢 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 水可以传达信息的 就好比一杯水 这个水呢 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很平静的 很洁净 对不对 但是它里面的这些水分子 还是在滚动 或者是在流动的 水一直在流动啊 比如说我们煮那个茶的时候 或者你放一个茶包在一杯室温下的水 它这个茶会慢慢的散开来 对吗 它的颜色会越来越飘到别的地方 证明水是会流动的 有流动的水才叫为有生命的水 然后水 如果你给它一些信息 是一个 比如说你说的话 你跟它说 谢谢你 水 我今天喝了你 我会很健康 那这杯水 它会存在 就是存入 你对它所说的这个话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六角星 它就会形成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所以水会说话 它说什么话呢 它是说你对它所发出来的信息 它存着你的信息 然后你如果把这杯水 给你的孩子喝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健康的信息 就传到你的孩子身上 你们有听过这个 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不是空说的 是有一位日本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江本胜 然后这个科学家呢 这位科学家 他研究了水 超过30年 我的这本书呢 是英文版的 英文是 这位科学家叫 Masaru Imoto 江本胜博士 他研究水的共整能量 然后他就设立了一个 很特别的实验室 把任何世界上的水 都拿去结冰 结冰了之后呢 他们在显微镜下面 观看这个冰溶解的程度 看他会呈现怎么样的形状 结果他发现 如果你对这一杯水 说很正面的话 比如说谢谢你 我今天很开心 他就会呈现一个六角水 这样子的一个水结晶 我们讲 我们讲 Water Crystal 但是如果你跟这一杯水 跟他说 今天是Monday Blue 我心情不是很好 我没有什么心情上班 然后呢 这一杯水 就不会呈现六角星 它会呈现怎么样的形状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会变成这样子 看到吗 看得到吗 好 这样子 OK 其实没有形状 不是刚才的那个六角星 这个很漂亮的六角星 那水是不是觉得 它很独特呢 水真的很独特 因为我们营养方面 除了实体的 我在我第一次的直播 有谈到吗 营养除了是实体方面的营养 你吃的食物 你摄取的任何一个营养素 或者是你的维生锭 维生素锭 它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营养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打一个比方就好了 声音你们可以听得到的 如果是人类的话 是大概 20Hz到 2万Hz 也就是说 一样东西 它在一秒里面 震动20次 它的那声音呢 是我们人体可以听得到的 但是少过20以下 我们就听不到 所以人呢 他的眼睛 耳朵 他的触觉 都是有限 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感觉不到 可是它存在 所以另外一种的营养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种看不见的营养 它是无形的 就好像我刚才打个比方 这个水 你跟他说的 这些正面的能量 你的字词 你的思想 都会变成里面 营养的一部分 所以任何时候 我们吃 任何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心情 都会影响 你的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家可以 去了解一下 当你喝一杯水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开心的吗 还是一个感恩的心吗 还是你认为 喝水就是喝水 而喝水是因为 别人逼我喝的 像你的孩子 我妈妈叫我喝水 我就喝水 可是我喝得不开心 那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我真的有跟 我一些 client 就是我的客户 有跟他们做一个 提醒 如果你今天使用一些营养 你在喝这些液体的营养之前 你最好跟你这个营养 跟他说话 我相信我吃了这个营养 这一杯水 还是任何的东西 我相信他 他能够使我健康 这样子 他这个水 液体呢 才会存在好的信息 进到我们人体里面 他这个信息 他是会被稀释的 稀释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一滴的水 是正能量的 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他就会被带到 全身的血液当中 他的这个共诊能力 是非常强的 你们有听过什么叫共诊吗 什么叫共诊呢 就比如说 我有很多课的这个乒乓球 在里面 如果我其中一粒乒乓球呢 它在诊动 其他的乒乓球都会在诊动 这个就叫做共诊 共诊不一定是 只是说诊动 它还有方向的 水 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有一个两个角的嘛 它因为有角度 所以它有正负 或者是它有南北之分 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 所以水是有磁力的 但我们让这些全部的水分子 都走向同一个方向 那么它的这个能量 它的这个震动 就会一致 所以我们的身体 要去吸收 要去运用 就会很容易 这个大家了解吗 我今天分享的这一个 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也很少人去跟你们解释 水 为什么它必须要 首先第一 它一定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就是六角水 第二呢 它一定要一个共同频率的状态 我们叫共诊 一起摇摆 同一个方向 它才可以让我们身体 非常容易的去使用 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 有一个很平稳的心情 所以喝水不一定只是补充你身体缺乏的水 喝水呢 它是把好的信息带到你全身 就好像你对着一个花朵 不是没有花朵 你们要不要做一个实验 你以七天的时间 你跟你家里其中一盆花 跟他说 花你很美 每一天都跟他说同一句话 花你很美 然后另外一盆花呢 同样的花 你就跟他说 你怎么长得这么丑 你怎么长得这么丑 重复的跟这两盆花 做同一件事 就是说同一句话 它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是完全不一样 曾经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在日本他们就把两 就是三杯的米 米已经是煮熟的 就是变成饭 他们把它装在一个杯里面 放了一些水 本来这些水都是一致的 都是同一个瓶子 倒进去 但是这个实验呢 就是他跟第一杯的饭 跟这个水 每天跟他说 ありがとう 谢谢你 就说回同一句话 就是声音 这个声音 第二杯的这个饭跟水呢 他就跟他讲 你是笨蛋 然后第三瓶 就是没有跟他说好跟坏 第三杯的这个饭跟水 是放在那边 给他自己自生自灭的 你们想知道 他的结果是什么吗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第一杯的那个饭 跟这个水呢 他结果让这个饭 发芽了 会长 是不是很神奇啊 然后第二杯的这个饭 跟水 它变成黑黑的 然后发霉的 发霉 真的变成很难看 然后第三杯呢 没有人管的 也是变得很不好看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 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无形的营养 就是你身体的 每一句话 你的思想 都会影响 你的身体的健康 好 Hi Gary你好 Gary导演 欢迎你来 今天我们在探讨 水 一个特别的 独特之处 然后还有Mr.Chin你好 Mr.Chin 现在在马六甲 对吗 好 那你 如果是刚进来的话 欢迎你 如果你觉得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 你可以在留言栏下面留言哦 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刚才说了三个重点 你们都有 去思考一下嘛 然后这个水 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形状而已 水是一个很万能的东西 我最近哦 就是在学自媒体 就透过YouTube频道啊 或者是其他的自媒体频道去学习如何传达正面的信息 然后呢 我就是学了一篇关于水的很好的一篇文章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呢 是道德经 老子 大家认识谁是老子吗 老子 就是孔子的 同一 同一个时代的 很有智慧的人 也许是老子的老师 孔子的老师 那么老子 他差不多要 引退江湖 他要退休的时候 他就跟 这个 孔子道别嘛 就写了这个第八章的道德经 那道德经 如果你们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第八章 他有提到 这一句话 上善如水 或者是上善落水 在日本语 他们是写成上善如水 上就是上面的上 善呢 就是善良的善 落水 就好像水一样 什么是善善呢 就是世界上 最高的品德 最好的一个 尊贵的人 他就会好像水一样 那你们会不会想到 一位明星叫做李小龙 他有说过一句话 在英文里面呢 是这么说的 Be like a water 要像水一样 为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 水 善利万物而不争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一杯水 它其实没有什么竞争能力 但是 它可以处众人之所物 别人不想要的东西 肮脏的这种污垢 它都可以去溶解它 把它带出来 让圣女的这些环境更美好 比如说我们家里院子啊 有很多的肮脏的地面 或是你的车子 一个星期都没洗了 很多灰尘 下了一场大雨之后 你的车子的这个外面哦 这些灰尘都被洗干净了 所以水呢 它可以洗进我们的尘埃 无垢 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 我们吃了很多的食物 我们身体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排泄这些代谢物 都需要水去把它带出来 包括我们所呼吸的空气 都需要有水蒸气 如果你的环境太干 你的呼吸就会很困难 如果你的鼻子太干 它会流鼻血 如果你的肠胃太干 它就不能够把粪便带出来 会有便利 对不对 如果你的皮肤太干 它会敏感 如果你的头发太干 它就会脱落 所以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这个就是水 它的特性 它善利万物而不争 而且它处众人之所物 别人不喜欢的 可是它就把这个工作拿来做 牺牲自己 去成全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而且呢 水是非常谦虚的 很多事物都是向上涨 像植物啊 都是向着太阳涨 但是水是从低处流的 是不是 水从天空上面下雨 滴下来之后 从山顶上面就每一天往下面流 可是到最后到大海 它可以容纳很多的生命 很多的生物 包括鱼啊 海里面的植物啊 像海藻类啊 哇 这些都是太伟大了 如果没有水的话 我们海洋干干的 是不是就没有生命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 水就是生命 在我们世界里面 我们的地球 如果没有水的话 我们是没有生命的 人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水的话 是存活不了的 植物也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水的话 这盆植物也是会死掉 干掉的 有人去做实验 做这个石头 你以为石头是没有水的吗 石头也是有水的 它有一部分里面 是要有湿润的 不然的话 这个石头会暴力 会变成碎沙 沙子 所以水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重要 而且水 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 它除了是它的形状 它还要它的信息 在我们 不论你是从哪里 一个地方来的 比如说你是在台湾 你是在马来西亚 你是在马六甲 你是在吉隆坡 或者是世界上 任何一个角落 当我们的思想 是正面的 它就会把它 收在这个水里面 收在我们的空气 的水分里面 收在我们的河流里面 这个信息会收在大海里面 会慢慢的扩大 因为信息是可以传播的 是可以扩大的 所以除了喝水 我们也是要有正面的思想 去影响别人 所以我这个直播的目的呢 就是第一要分享健康 第二就是要 发挥你的影响力 怎么样的影响力呢 就是你的思维一定要正面 你正面的能量 就算是我现在在吉隆坡 你在台湾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是眼睛看不到 但是它实在是存在的 好 有没有觉得我这位营养师 特别不一样 不单单是跟你讲卡路里 我还跟你讲一些 关于无形的营养 如果你觉得很棒的话 在下面跟我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 Mr.Chin说 很好的分享 使我知道 更多水的 知识 谢谢你 谢谢你Mr.Chin 谢谢你的知识 哈喽 M.G.Ong 你好 Thank you for sharing 也谢谢你来 今天跟我们 一起共同 分享这个直播室 对 这个Gary讲得非常对 刚才这本书 我忘了跟他说 跟你们说 他的中文版呢 叫做 水之道答案 你们可以去订阅来看看 好 这个是我的 是英文版 也有世界各地 不同版本的 包括日语的 包括有马来文的 也有 所以你们可以去 观看一下 不然的话 你们可以搜寻 在YouTube里面 水之道答案 也可以大概知道 他的这个理念是怎么样 水的共整能量 什么是共整 共整 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 它一个枕栋 会影响别人的枕栋 如果当这两样东西 它的枕栋 频率是一起的 而且方向也一样的 这个叫做共整 那我早上的时候 有听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 在世界上很多的事物 都不能够随意地去改变 它的频率 尤其是实体的物质 但是人呢 他有办法改变 他的心情 使这个频率 变得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今天心情很好 先是星期一 又到了我的直播的时间 我11点早上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健康的信息 我学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那今天你也是在这个直播间 然后我们两个 或者是我们共同在这个直播间 都有同样的话题 都有共同的频率 这个叫做共整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好 那共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人可以在一秒之内 转换他的思维 或者是他的心情 然后去达到一个共整 比如说 有些时候你不是觉得 你遇到一个朋友 为什么你跟他这么有默契 我就最近 我跟我一位女的这个闺蜜 我跟他出去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他所讲的话题 我都能够理解 我所说出的答案 他也有共鸣 这个叫做共整 这个就是叫做共同的频率 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 就是可能有一个机缘巧合 你跟你的朋友去喝茶 他就叫一位新朋友来 不然间 你们两个都是同向 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同样的学校来的 这个就是吸引力 同样的东西 他们是有共整的话呢 他们也会有吸引力 这个叫做吸引力法则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刚才说了嘛 每一样东西 他除了有枕洞之外呢 他也有方向 这个方向就好像一个磁铁 磁铁有北的 有南的 对吗 所以这个磁铁呢 他会影响我们 并且他会散开这个能量 然后他会吸引 共同 频率的东西 这个叫吸引力法则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 技力大师啊 或者是一些 讲师他会跟你讲 吸引力法则 如果你今天是正面的思想 你是开心的 你就会吸引快乐的事 高兴的事 然后很多人都是在金钱方面 去运用这个法则 生命不单单只是钱 当然钱是 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让它变正面 也可以让它变负面的 它是一个neutral 就是没有 没有好 没有好坏坏 但是是你如何去把它放大 如果你使用金钱 它是一个好的方面 你的习惯是让这个金钱 运用的好 当你越有钱的话呢 它这个钱的运转 就会越来越好 就是我们的Vitamin M Mr.Chin也是有学到这个 其实Vitamin M真的是有另外一种Vitamin 但是很多人把钱比喻成 我们所需要的Vitamin M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讲的五行的Vitamin 可是其实是你的思想 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资源 这个就是包括你的财富 财富可以包括你的金钱财富 也可以包括你的健康财富 很多人忽略了你的健康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财富 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算你有千万百万 你的这个财富都不能够保留 就打一个比方 这个苹果的创办人 叫做Steve Jobs 乔布斯 乔布斯他非常的成功 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偶像 那他在他得了癌症之后 他也是说了一句话 他最想要的 躺在医院的时候 他最想要的就是 配备他的家人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他可以延续他的生命 他是非常想要的一样东西 所以你们可以以这个为一个借鉴 健康是一个财富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谈了这么多 我们结果超时了 但没关系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分享 非常的有益 希望你如果觉得这个直播视频 非常有价值的话 请你把它转发给你的一位朋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阴阳士杰尼 我们明天直播间 早上11点 马来西亚时间再见 好 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 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心得的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